小伙伴们 大家早上好 好 男人 非常好 我是谁啊 我叫张磊 我的媳妇是重庆人 我算是一个重庆女婿 我到重庆四年 以前也是参加过各种社会活动 志愿者呀 最开始是在洪汇那个希望工程 制作两个孩子 从09年到14年 到14年之后 这两个孩子呢 他们的资料一直没有更新 没有更进 我就把这个资助断掉了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就接触到我们有养的 贫困的孩子 然后我就拉了一车物资去了 去了之后呢 给我的震撼是比较大的 那些孩子物资上太匮乏了 精神上是也需要帮助 我就开始筹划我们这个组织 第一次是我们做的夏令营 然后有了一定的方向 再后来呢就是把这个正规的 注册下去 然后走政府支持这个流程 去把我们这个组织做好 这个组织取了个名字叫小橘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小橘灯工艺发展中心的名字 这一次冬令营呢 我收获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能看到我们 真心给孩子们的 孩子们能收得到 孩子们能快乐 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基本上在做公益的时候呢 最开始有各种困难 没钱 没有物资 缺人 不许做这个 不许做那个 然后 我们就是 也是重新 每一个问题都是给重新 给自己一个定位 给组织一个定位 包括坚持从14年6月份 坚持每个月去3区 就是在不断的走法 不断的去思考问题 然后我们才能走得更好 从最开始我们几个人下去 到最多的时候 我们去年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送物资几十个人下去 拿了就七八车 那个物资 冬天的棉衣 因为有阳和石柱这两个地方呢 它叫高寒的宁洞山区 冬天是会下雪的 而且雪还会有 早晨的时候还会冻住 比较冷的 它比我们城里的温度 要低 三到五度左右 把这个棉衣送到孩子手里面呢 很多家庭呢 因为这个孩子身高在长 可能第一年的衣服就穿不上了 本身家庭条件差 然后他 再买一些新衣服 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 现在物资物价涨的也贵 但是我们城里呢 有很多孩子 一件衣服三五百块钱 七八百块钱 穿了一年第二年就穿不了 其实衣服还是很好的 不是说什么衣服我们都要 比如说我穿这个衣服 那我就可以要 然后里面这个就可以要 在里面的就不要了 就是只要棉衣 我们会有一个标准 然后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将近十条的标准 会把这个公布出去 要多高的多大的孩子 然后如果说衣服上有 比如说拉丝坏了 我们就不要了 破了个洞 我们也不要了 然后即使不要有破损的 不要有污渍的 就是这个东西拿出去 谁都能穿 会把这个我们帖子发出去 几百个人发出去 就会有更多人来看我们这些 捐我们的 我们每个区县都有点 就是重庆组成区都有志愿者 会根据大家的远近来选择 说我把这个衣服放到哪个 然后我们会安排时间 把这个衣服 所有衣服都汇集起来 我们就把这些衣服收集起来 分简 消毒 清洗 然后再分简 打上包 写上标签 再装到大包里 然后装到车 给他们送进去 整个过程呢 特别特别的充实 对自己来说是很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你今天组备的很防复 现在看的照片是什么照片 这个照片是我们2014年7月份 组织那个夏令营的照片 当时是有阳 重庆市有阳县 白祖 麻旺镇 白祖小学的七个 五个孩子 还有他们校长带回来的 我们组织这个夏令营 那时候主要的活动有哪些 那夏令营的活动就是跟孩子们在重庆的 嗯 第一天是做了一个心理特展 也是请重庆的一个 一个重点中学的一个心理老师来做了一个破冰 下午组织的私人CS 包括第二天的科技馆啊 嗯 洋人街啊 动物园啊 还有咱们那个红色旅游白公馆 扎子洞瓷气口 嗯 跟孩子 就是让孩子们 就放开他以前那个束缚 让他们进 就是高兴的玩耍 让他们 就更多的融入到这个 嗯 重庆的大城市里 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 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这个真人世爱也是第一天 后来当我们第二次去这个学校的时候 这个孩子李清真 当我们第二次去去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马上就跑过来说 哎 雷子队长来了 雷子队长来了 他说我们那个黄金蝶姐姐来没来 当时我们是组织的是爱心家庭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爱心家庭在对接 爱心家庭里有一个小志愿者 然后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 他们要开车 然后全程参与我们的活动 当时我们的活动差不多 有五个孩子 嗯 但是加上我们的志愿者 小志愿者 大志愿者 还有我们 这个夏令营那个志愿者 有二三十人每天 都在做各种活动 然后 这二三十个人跟孩子们的感情是比较 比较贴近的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夏令营呢 给孩子们 还是有特别大的收获 我二零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就一四年十一月份 我去学校去他们家里去 很多爸爸妈妈说 说这个孩子参加过你们的夏令营有两家 因为有两家是看到父母了 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他特别感谢我 他说要给我来鞠躬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我们孩子参加了你的夏令营啊 他懂得感恩了 他愿意跟我说话了 以前就是不说话 我说孩子对你以前是有怨气的 他会埋怨你 你没有把这个家庭弄得很稳固 然后他埋怨你 你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参加过这个夏令营呢 他能体会到就是 那种爱心家庭那种温馨的 我们对爱心家庭有一个详细的流程 不是谁都能参加的 有一系列的要求的 还要培训的 然后他经过了这个 这七天的这个夏令营 他就会懂得自己的一个定位 给自己一个反思 他会回家跟他的父母怎么沟通 然后主要他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了 知道他是一个孩子 他是爸爸的女儿 他是爸爸的儿子 他是妈妈的儿子 他就该怎么样去跟妈妈打招呼 然后呢一下子整个家庭氛围都有很大的改变 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从一个不太爱说话的孩子 最近这些孩子特别高兴 特别喜悦的度过这每一天 虽然说这个家庭是破损的或者不健全 但是不是孩子的错 孩子是没有错的 孩子是天真的 然后他能给自己很好定位 就是他能真正的面对这个社会 他就会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学习 然后生活也快乐了 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已经看到的了 有几个孩子是过二月份的集体生日 二月份的孩子一共有七八个孩子吧 我们就把这些孩子啊 创造了个场景 把屋里所有的灯光都关上 然后每个人点一个小蜡烛 然后最开始也不跟他们说是过生日 最开始就是我一直在倡导一个夏威夷心理疗法 就是让这些孩子们 我再跟你唱一首歌啊 我们在听歌 所有人都在听歌 然后听什么感恩的心啊 相亲相爱一家人啊 然后让他们转过身来 大家围成一个圈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就点名 这些孩子的身份证号码我都有 我就把他们名字点出来 每天做分享今天的收获 然后让孩子们自己说 我只是起一个引导作用 所有的孩子在这些活动中都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 他们眼睛是没有神的 是那种闪光发散似的 看什么都新鲜 什么都不敢碰 然后到我们每天做活动 让他们分成组 这个组是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们的口号是什么 我记得第六组就是少年组 少年组的口号就是 愿世上所有的少年都加油吧 特别大的一个字像 虽然只有几天哈 但是这个很感人的 比如说我们叫小鱼灯 然后第五组的组名叫提灯组 就是提的灯组 我们是小鱼灯 他们提的灯组 然后他口号是提着点人 提起小鱼灯照亮更多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这是他们的口号 让他们把自己最善良的面展示出来 给他们知道种种困难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给他们设置 哪个组表现不好 这个就晚吃几分钟 其实就是几分钟 跟他们说哪个组表现不好 哪个组就不吃饭 其实饭菜都在桌子上 只是没发筷子 然后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更团结 更凝聚的去做第二天的事情 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每天早上起床先跑步 跑步完了 然后给他们洗漱时间 洗漱完了 差不多九点八点 我就开始听歌 就是听一些正能量的歌 让他们在这种正能量的歌 一起唱 首先闭眼睛听 听完一起唱 这种歌啊 他们唱一唱 我第一次参加就是这种 我第一次是五百个人一起听歌 说我自己流泪了 我说我这么一个大男子汉 怎么会流泪呢 他们就慢慢分析 说每个人都有心里最柔软的一面 我们用这种正能量的歌 去照亮自己 然后其中我印象就真的 有一首歌就是这么唱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 不要在那边坐到草地上看天空 然后不要在不在意别人对我们怎么说 别人会瞧不起我们 我们自己都不认可自己 自己都放弃 还有什么意思 让孩子们自己去感受 钱是这样的 我们山区来了三十几个小朋友 我们城市里呢 来了三十几个小朋友 我们山区的孩子都是小学生关照 关爱的孩子 这孩子呢 要么家庭有问题 要么就是学习特别好 可能都是需要小学生帮助的 这孩子是全免费 来的路上的吃饭 路上的车票 往返的车票我们都是给小学生买的单 然后城里这三十几个小朋友呢 我们也没有说 本身我们是就是公益组织嘛 不是盈利的嘛 我们只收了800块钱的费 其实800块钱八天 这个集市就是一个成本钱 然后每天的饭菜都很可口的 还有还有这些吃的饼干啊 这些茶蟹就是水果这些 然后还有各种小礼物 800块钱即时就是一个成本钱 我们剩下还有一个两三万的缺口 三万多缺口 是有单位赞助 重庆一新一平训新校直接赞助2万 还有我们群里自发的愿意给孩子们捐款 因为这次冬名的主题就是快乐嘛 感恩 健康 这是明线 明线就是快乐嘛 就是陪他们玩乐 暗线就是感恩和发现自己 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感恩 然后怎么去做 更重要是让他们发现自己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语言 他们自己忘记了 然后通过一个 其实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一面镜子 心理教练就是一面镜子 通过我这面镜子我展示给你 学校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名单 就是这个孩子的姓名啊 具体情况啊 会给我们一个名单 然后我们会根据 根据学校给的名单远近 然后我们派支援者下去 走入到家庭里 像有些名单呢 是有真实性的 有些名单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志愿者 第一次要下到他们那个学校里去 然后去到他们学校里去呢 之后呢 再走访孩子 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呢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问卷 像我们这个孩子好 把他名字挡上 就是这个孩子 我们会跟他联系电话呀 然后他的地址啊 然后他们家里的爸爸妈妈 什么情况啊 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走访人签字啊 还有走访人的评语啊 我们会把这个收集起来 我这有很多 而且每一个孩子都建一个档案 都有一个编号 我们会根据这个编号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编号 会根据这个编号进行筛选 就是把钱尽量少给钱 给到那些家里特别需要 特别困难的 然后就比如说像 差不多这些天表的孩子 就是一百多个 真正走访的孩子 有几百个孩子 我们是针对那种需要 经济支柱的 我们会特别谨慎的给钱 因为给钱呢 钱是一个中性的 如果给多了 有可能会伤害到他 他会对钱有个依赖性 去年给钱 今天怎么不给钱 但是给物资又不一样 你表现好 你做活动啊 我们不是说来了就给你物资 你们学校要不要做个大扫厨啊 学校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啊 把操场啊教室啊 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劳动换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来了 大家一起唱个歌表演个节目 让他们觉得有付出 这些东西是应该拿到的 是为什么应该拿 因为他们之前付出 让他们有一个说 付出才会有回报 不是说我是穷 我一直真正手 你要给我东西 改变这个传统的认识 然后呢更多的 让我们更多的心理干预 让他心理一个引导 让他知道他们能干 能做什么 他们不能做什么 他们怎么做 然后通过各种心理游戏啊 互动啊 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 让孩子呢 真正能看到自己 心理教练呢 或者说小鸡蛋 现在就是一面镜子 让这孩子 我你做的一件事情 我展示给你看 那孩子能看到我这面镜子 能看到我镜子中的他自己 他就会对自己有个评判 哦这个事我应该做 这个事我做的不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你们缺少什么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更多人来加入 还是希望更多人来加入 资金是一个小问题 然后呢 还是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来加入 比如说交通运输的 比如说我们当地的志愿者也是需要的 当地县城呢 因为他们能更快的能 有了突发事件 更快能到这个山区里 而我们现在物资上 运输物资运输这一块得到解决了 物资可以打成包 通过他们四公里这个长途汽车 免费给我们带到山里去 但是带到县城去 县城到学校 还是需要当地的志愿者 去给我们承接一下 运输一下 然后需要 比如说捐衣服的活动啊 就是大家能把这个信息扩散出去 然后更多的企业能参与 因为个人的力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本身推广 纯工艺还是比较难的 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包括我们现在 办公场地都没有 包括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移工都没有任何的报酬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 要请一些顾问 或者请一个什么 做一个什么策划 或者说我们财务这边有问题 想请更好的会计来 我们这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如果说有企业的资助呢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企业可以承接这批孩子 这些孩子我们都推荐他们去 上中职中专呀 学一些技能 然后再到学校里 再到这个社会中来 他就会能更快地 能解决他自身的问题 我最想对社会说的一句话 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人 来关注这些贫困孩子 能真心地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一味地给钱给物资 能尽量地多参加活动 跟他们互动 首先一个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叶蕾 来自石柱县中乙乡 石柱县中乙乡 在中乙小学读书 大家好 我叫河岸,来自重庆与北区,在实验小学读书,今年十岁了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动力营? 因为我想在这里改变一下自我 因为我妈妈想让我更加变得独立一点 那你在这四天职内学到了什么? 我在这四天里面学到了这个礼仪,我学到了礼仪,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我学到了要团结,只要人团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你的心里改变了什么? 我觉得我改变了内向,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 我爱说话,知道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题知道答案也不举手 只看见别人举手,我觉得我这一点特别的改变 我就是改变了我之前是脾气是比较不好的 现在还是不好的 然后呢 然后呢也不喜欢跟不认识的小朋友相处 对啊 然后呢现在呢就跟那些城里来的孩子,还有乡里来的孩子就一起玩得很好 你确定吗?确定 确定是宇宇北区 你跟谁住在一起? 跟我外姑外婆 我跟我爸爸妈妈妹妹还有爷爷婆婆 你觉得他们对你的照顾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我会觉得很好 就是一般我妈妈都对我很好 可是我就总是感受不到她对我的那种爱 那你在以后的几天想学到什么? 我想学到什么? 成你的孩子 我想学到 友好的跟 跟朋友 成你朋友 交流 不要发生争执 还有 嗯 还有 要 跟成你的孩子 热情 招 热情的打招呼 不要 胆小 然后呢 我就是想学到 不要自私 要与人 分享 然后呢 要团结 有爱 那你平时在学校 老师不会教你们这些吗? 平时在学校 老师也会教 可是感受不到 教的不是很好 我和他一样的 嗯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 他是一个比 比较那种 活泼 热烈 那种性格热烈的人 嗯 我觉得他就是 刚开始来比较内向 现在呢 就 不是这样了 然后呢 整个人又很 活泼 又很热情 你觉得 你觉得 他 在这四天之内 有什么改变 嗯 我觉得他不像 嗯 刚来的那天 那么 嗯 那么 就是刚 他刚来的那天 就是 不怎么与人交往 然后呢 现在就不这么样了 就 就经常 去那些 在宿舍 去找小朋友玩 嗯 嗯 嗯 他那我也没怎么 怎么接触 我觉得他的改变 还是有的 但是我说不出来 呵呵 你觉得 他跟你不一样吗 我觉得 一样 我也觉得一样 因为人与人之间 就是不分高低的 那如果 他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的 会在哪里 应该是 不一样的 会在性格方面 我觉得 我觉得和他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觉得他的性格 是比较 那种 那种热烈的 但我的性格 却不一样 和他的 截然不同 我也是这样 就是 他就是感觉 比较内向 就不像我这么 活活开朗 变的时候 你们觉得 你们住的 家庭环境 对你来说 很重要吗 你们觉得 你们住的 很重要吗 嗯 我觉得 环境是不重要的 只要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过 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环境 是 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但是人 但是只要一家人 很开心 快乐融洽的 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 这个是一样的 你认为你自己是 开心的孩子吗 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我也是 我也是开心的 什么让你开心 就是能结识到更多的好朋友 然后呢 一起开开心心的玩耍 嗯 我 我补充一点 我前面说他一样的 我觉得 跟 交更多的好朋友 是这个很重要 但是 要没有争吵 没有争执 我觉得 朋友应该 就像这样的 你对未来有什么看法 嗯 我的未来 我觉得是 一步步走吧 嗯 我也对未来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 嗯 只要一家人和谐 快乐 跟朋友相处得好 这个就应该是 没问题 你觉得 未来会好的 还是不好的 我觉得 未来是美好的 我也觉得未来是美好的 一个人要懂得去 向往未来 要想象未来 你为了美好的未来 会做些什么 嗯 我就是 不那么 按着自己的性格去 因为我这个 人很爱真 我就 我觉得 为了美好的未来 我应该 不这样了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对于未来 还是 要 那么 要努力才行 你觉得 在学校 努力的学习 还是在生活中 学习重要 我觉得呢 在生活中 在学习中 都要努力的学习 嗯 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那 那你是 为了自己 要学习 还是因为 你的 父母 或者你的 外公 我是因为自己 我也是 自己的学习 嗯 好的 谢谢 你看 谢谢 真是 比如说 对 当然 让明天我一定想起 变成这样的小事 你成为高养的音乐 让我们一切都先给你 只要你关心 你让我们走 每天都变得有意义 你成为我爱你 永远不信 你是我的小小明火 等我爱你都出现了 我们的伤害温柔 我的心火 点亮我生命中火 你是我的三生命火 当成天天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望 开了山坡 祝他希望就会收获